美国参议院7月20日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年度国防法案的修正案 这项修正案如果成为法律 将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石油储备 去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导致油价飙升 美国总统拜登随后宣布从战略石油储备出售1.8亿桶石油 以抑制油价在一次3900万桶的出售中 其中100万桶流向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休斯顿的子公司UNAPAC America 2017年在时任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 一些战略石油储备也曾被出售给国有的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去年美国的石油公司向中国出售了8300多万桶石油 今年的趋势正在上升 到4月份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总量超过7600万桶 国会的反对声音说 战略石油储备量的低水平降低了美国的能源安全 美国国税局7月21日提醒纳税人警惕夏季激增的税务诈骗 身份窃贼持续发送大量电子邮件和短信 承诺退税或帮助解决税务问题 该骗局包含一个嵌入式URL链接 可将人们带到一个网络调语网站来窃取敏感的纳税人信息 此外 国税局也观察到虚假的员工留任税收抵免申请显著增加 这些方式包括在线 社交媒体 广播或未经请求的电话 电子邮件 甚至发送看似来自政府的官方信件 但这些信件包含假的机构名称 并通常会敦促收件人立即采取行动 这些不道德的推广人对其公司的合法性做出虚假声明 并且通常不会讨论影响雇主税表的一些关键 资格因素 限制和所得税影响 民众需要警惕一些危险信号 例如推广人说 他们可以在没有详细信息的情况下 快速确定某人的资格 或是收取预付费用 或会根据申请的员工留任税收抵免额百分比来收取费用 最近几周出现在人们信箱的另一个类似诈骗 则包含一个蓝色标题 宣称应该在线申请您的退税 同样 也有一些明显的警示信号 包括拼写错误和敦促人们点击链接 寻求帮助申领退税 国税局强调 个人切勿回复税务相关的网络钓鱼 或钓鱼短信 或点击URL链接 7月21日 俄罗斯连续第四天袭击乌克兰粮食出口设施 并在黑海演习扣押船只 西方领导人称 俄罗斯试图通过威胁全球粮食危机来摆脱制裁 俄罗斯国防部20日称 使用高精度空中和海上武器对乌克兰西南部 奥德萨港附近的乌军阵地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与此同时 乌克兰则宣布 是针对乌克兰粮食出口点发动的蓄意攻击 在莫斯科本周退出联合国斡旋的安全海上走廊协议后 基辅发誓要反抗俄罗斯对其出口港口的海上封锁 乌克兰粮食是全球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合国警告说 由于粮食价格的连锁反应 世界各地贫困国家的数百万人面临着更大的饥饿风险 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7月21日指出 今年1月至6月 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582人 其中鸿通人员25人 百名鸿通人员1人 追赃金额约19.32亿元人民币 6月10日 百名鸿通人员郭杰芳回国投案 成为开展天网行动以来第62名归案的百名鸿通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 对郭杰芳的追逃追赃工作 不仅实现了其回国投案 其涉案赃款也已被依法追缴 据悉 天网行动连续5年 共追回外逃人员6900人 其中中共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962人 追回赃款327.86亿元 百名鸿通人员已有61人归案 其中从境外引渡45人 遣返328人 击捕821人